穿越彩虹桥 Locked Up 透过现在热门的VR虚拟实境游戏 体验古老的泰雅文化 让民众穿越时空 感受泰雅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内涵 7号上午新北市原住民族行政局 主任秘书以及贵宾 来到新北乌莱泰雅民族博物馆 为莱泰博馆玩穿越 免费体验泰雅神话虚拟世界 进行开幕仪式 那透过这个虚拟实境 把这个VR的头盔戴上去之后 我们更能够 更能够身丽其境的 去体验一下 我们泰雅文化的这个文化的内涵 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对 它有限时间 所以我们要显著吗 按确认 我们按确认 很开心 可以看到很多那个 织布的东西 很原住民的文面 前来体验游戏的学生们表示 相当开心 也觉得很心潮 可以利用游戏方式认识文化 一旁有细心的工作人员协助 但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 听故事的时候觉得都听不懂 然后在叫早提的时候 那个手要动的时候都很难 然后在过关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兴 还有成就感 根据新北原民局统计 从2015年苏迪勒台风过后 乌莱泰雅民族博物馆每个月 浏览人次将近两万 今年十月后更是突破三万 希望透过尖端科技的运用 可以信更多的人潮来认识原民文化 原市新闻仍然是大陆 新北市乌莱采访报导